政治大人物 企业CEO 有何成功的秘诀 至胜的绝招 周日Mr.Bick 请他们说分您 社会重要议题 台湾文化传承 哪些话题最新鲜 最有趣 周日Mr.Bick 带您关心台湾脉动 每周日下午3点02分 跟着主持人郭志珍 您也是周日Mr.Bick 各位中广新闻网的 听友大家好 欢迎收听周日Mr.Bick 焦点人物焦点话题时间 我是节目主持人郭志珍 回到节目中我们继续访问到的是 走吧有些远路是必须的 这本书的作者 黄慧如小姐慧如你好 郭大哥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 其实我在书里面看到一句 一句话让我很 很touch 应该这样形容很touch 为什么 因为那句话其实 我自己也有那样子的感受 只是我没有你那样智慧 不敢不敢 那句话怎么呢 叫做离开不足以远离漩涡 我必须离得够远 这句话其实很 很有意境 很有意志力 也很有自己的想法 我在看这句话的时候 我一直在想说 我这么快30年的工作历程里面 我也曾经碰过好几次那种感觉 但当下我好像都没有你这样子的决心毅力 事后的离开都是还有其他的因素 我想请教一下 其实到底 就像刚刚上一段节目最后 我在请他说 到底要走这一趟原路 其实是有一些能量是需要被累积的 是有一些状态是需要被ready的 其实我会觉得说 我这次学到比较大的功课是乘服 乘服 你大概可以看到 我以前去过印度 然后老师在那边跟我讲说 你做媒体这一行 你初心也好 本质也好 你缺什么 然后他就跟我讲 工作是信奉吗 你干嘛 在那边 我还特意去看诊 真的好笑 看诊就是为了做小朋友 那时候工作跟生活怎么平衡 他就 工作 工作是信奉 有什么工作跟生活平衡的问题 那时候我都听不懂 我觉得我那时候有一个很大的 其实不是一个 就是I will 我的意志力是很强 然后我 我都是觉得我要靠自己 我靠自己可以干嘛 我都是靠自己 但老天后来我也是 都给我 我努力就大概可以得到 可是我这次就学到 其实就是一条船来 我就是得搭上 就是得搭上 然后我就搭上 我就是把这个船开稳而已 而且人家还把票买好了 叫你要走 哈哈哈 对不对 反正就我能做就是把那个船 弄稳 初心自己心把它抓稳 然后往前滑 然后那个河上的波澜 或是流动的方向 就是我不能控制的 所以我其实 我 其实我那些照片都是手机拍的 我没有要出书 OK 对 所以我后来是有一个机会 嗯 我去看La La Land之後 我就觉得说 好像应该要写出来 我自然在那个山洞里 有一个声音说 叫我要 要把那个灵性的写 因为我们比较受过新闻的训练 可能跟一般人写的比较那个虚无飘飘 会有点不一样 所以我就觉得 那那 既然我答应那个声音说要写 我就把它写出来 然后就 所以就跟出版社联络 就出了 就出了这本书 是是是 所以整个整个过程是 就是 我真的就是 顺着河流走而已 嗯 我没有去累积 或者说 要怎么样 不过我是觉得我们 很多时候卡着 嗯 像我最近也会遇到一些朋友 就说他看到前面几张 就讲到说 我是一个很没有方向感的人 嗯 然后我竟然很常一个人旅行 嗯 他就回去思索说 那他为什么不敢 对 或是很多人工作卡住了 常也会 我最近就好多人找我他 哈哈哈 你现在是心灵导师吗 然后他们就会觉得 为什么你敢我不敢 嗯 很多人那个勇气 好像需要 需要一点勇气 那你说 他们说我是龙大 嗯 可是我又不觉得我是龙大 你可以看到 其实我是很怕的人 对 我是能 我能做的准备 我都会做的人 但是你准备做的蛮充足的 然后只不过就 就 就来了就是搭上那条船 就是沉浮了 嗯嗯 好 如果说如果说这一次的离开是一场 就好像你说吧 船来了 不管不管这一张票是一种成功的票 还是一张失败的票 毕竟你搭上那条船过去了 嗯 而最大的收获 你自己学到的是心理上面 嗯 给自己一个解放 嗯 放手吧 嗯 学会了沉浮这件事情 对 回到了现在的现实生活中 其实就像瑜伽老师 我在书上 你的老师告诉你说 其实回到你原来的出发点 其实才是最关键的时刻 这个时候的 你的沉浮两个字 该怎么解释 嗯 这才最难的呢 因为你知道吗 我们每天在那边 每天都要 love hug 然后你是谁 每天都在探索你自己 然后我们 我们来自11个国家 回去各自都各自遇到各自的问题啊 然后我说 我那一阵子还很常接到 从巴黎来的电话 因为 大家反而觉得说 原本的那些同学 是最支持你的人 嗯 那我现在也是每天都会面对啊 也是要 要把那个学到的事情 像你刚刚讲说 我搭上那个船 最后是成功失败 我觉得呢 就不要用结果 来决定你的快乐与否 可能也是一种解脱 嗯 就是你现在每一天都好好的过 嗯 然后每一天把 每一天都是 都是投入的 把它当自己的事情的 好好的过 嗯 每个人生每一秒 你的工作也是 都是好好的做 嗯 其实你就不用 就可以从那个 最后结果论来解脱 才能得到快乐啦 嗯 否则你 你永远都被那个 成功或失败这件事卡着 你会很痛苦 所以变成 不要有预设立场 去定义 你一定要怎么样 对啊 那是你不能决定的 因为那样的话 其实就像 人生相对是复杂的 过程中会有太多太多 你难以想象的 对啊 你在印度这个 全世界认为最复杂的地方 嗯 状况总是百出 对 但是最后总是能解决 对 而且结果还出乎你意料之外的 感觉到还好 对不对 印度常就是这样 对啊 好 其实我在书里面最后 我在书里面 他写到一段情境 就是说 你们在课程里面 有一个活动 所以一个人 每个人手上拿了一条红线 对 然后彼此穿插 走动 对对对 最后大家可以想象 那个情境就是 每一个人手上拿红线 彼此交叉 缠成一大张复杂的网 或者是一团球 对 但是最后你们还是要想办法把它解开 对 回到最单纯的那一条线上 对 对 或许就是刚刚你说的 这个就是你要学会臣服 要必须要 该让步就要让步 该转弯就要转弯 不然那个线解不开 嗯 而且臣服也不是任命 其实你又发现说 背后是一个更大的勇气 去放开你的自我 是 是 所以 不管怎么样 我们都要忠心的恭喜慧如 哈哈谢谢 毕竟你最后还是 至少在那个活动上面 你解开了那张网 然后把那张 把那条红线现在捆在你自己手上 手上 你现在还带着的 对不对 好我想就像慧如说的吧 呃 前面18年的工作 不管怎么样 总是告了一个段落 嗯 那个 那个18年的员工变化并不重要 嗯 最重要是现在你第二段人生的 员工编号 一号 对开始 对开始 对对对对 我这是很很重要的 但如何解开人生的那张网 或许就像慧如说吧 有些远路就一定要走 走过了 才能够找到解法 嗯 对对 OK 今天的节目到这边 我们希望非常感谢 邀请到 走吧 有些远路必是必需的 这本书的作者 黄慧如小姐 谢谢李慧如 谢谢郭大哥 OK 各位听众朋友 我们下礼拜同一时间再会了 拜拜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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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